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理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照着真理而行 我记得我去打官司几次 我都是很真诚的跟法官讲我的案件 然后我就赢了几次官司 然后赢了一些钱 就算面对整个公司 有律师还有经理 他们编了很多谎话 那个法官也不相信他们 因为法官神有给很多法官 他们其实是有神给他们的判断能力 神给他们口中出的是神语 就是很多法官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现在台湾很多法官 他们心诉也不正 你看这个无意高尊生你就知道 神一直说 这些官员一天大晚 就是为了钱 就是做了很多的坏事 所以这个是神提醒大家要小心的 但是我们继续看 第三十节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 抵挡耶和华 第三十一节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所以圣经上是这么说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在我几个官司 我也是就蛮轻松的得胜 因为神给我看了很多意象意梦 他们对方他们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就是想要欺侯法官 结果都被法官识破 但是因为如果法官收了贿 如果他的判断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上次打书官司 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 因为那个法官他有问题 因为有的 假如说有的法官觉得强奸是合法 他就会判这种案件 强奸他就会判合法 就是有的法官他会 因为他的思考问题 影响了他的判案的能力 可是在五一高中生 我觉得就是神就是讲 就是有 就是这些官员是跟下代书 他们是共谋的 就是他们已经维持这种关系 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好像就是 就等于说坏人 他们在一起合伙 就是合伙 然后这些坏人又是官员 所以这个是我的了解 根据那个我跟牧师祷告之后 我们神跟我们的提示 然后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的了解 美国也有 这些问题就是了 所以我也是一直提醒大家 这个也许我说了很多次 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因为有时候 因为他们这种操作 很容易让别 让一些人会惨些混乱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思考 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就求神 因为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我们宣告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感谢神赞美神 我们宣告这个 我们弟兄姊妹的案件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这个五亿高中生的案件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我们宣告 耶和华尼西是我们得胜的旌旗 耶和华尼西是我们得胜的旌旗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奉耶和华尼西是我们得胜的旌旗